大家好,我是穷游的四十年华 这旅行回来做个总结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也是旅行途中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 户外上网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我觉得我自己是离不开网络的 我的旅行中,我的生活中都是离不开网络的 大家都知道我呢比较喜欢去一些荒郊野外 西北比较多 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是哪种方式旅行啊 如果说你只去一些景区或者说是城市里去看一看 那这也没什么可介绍的 电信,联通,还有个移动,随便啊 都是信号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去一些荒郊野外,露营野外 那我就给你一些建议了啊 我自己三张卡都有,电信,移动,还有联通都是有的 如果非是让我选出这三个卡,哪个信号好,哪个好用 这还真的选不出来 这还真的选不出来,包括一些南方的城市 你看啊,我去过福建,去过广东 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山里边,那可能电信信号好 有可能移动信号好,也可能是联通信号好啊 还是看你自己的选择 我建议像我这个样子类型的,都背上吧 都背上,有备无患 这老朋友都知道,在旅行的时候我也经常说过啊 这个流量比较贵什么什么样的 然后每月这个花费也很高 有些热心的朋友啊,就给我推荐,比如说车载WiFi 那一个月可能是几十块钱 但是流量啊,就有几千计了啊 这我在外面旅行几年了 可以说把市面上所有牌子的车载WiFi都买来了 但是,并不是那个样子的啊 说的好听 几十块钱每个月几千计用都用不完 怎么说呢 你说它有夸大的成分吗 其实也没有,确实可以用 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这个手机卡也是啊 可能一个月99块钱无线流量 一个月60块钱50块都是无线流量啊 但是这个无线流量这里边是有这个奥秘的啊 什么是无线流量 无线流量就是随便用对不对 但是它分低速和高速啊 那前十个季前二十个季是高速流量 哎,我看个视频一点都不卡 但是二十个季或者十个季后 这就从低速流量了 低速流量能干啥呀 能看个网页 你看个视频,刷个视频都卡的不行啊 但是这也是无线流量 所以说这就不行 导致我要一直选用这个高速流量 所以说每个月这个花费呢 也水涨船高 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很现实 这高速流量,低速流量 这高速流量,还种啊,叫定向流量 这大家肯定都知道 定向流量,就是你只看 只用这个软件,才可以使用定向的啊 如果说你用个其他的 那就超流量了啊 就不属于定向流量范畴了 所以呢,真的是很现实 一分价钱一分货 说到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卡 推荐一个套餐吧 这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这个卡呢叫全民优打 这个套餐呢叫巨无霸套餐 一个月39块钱 100个G的高速流量啊 真正的高速流量 并不是前面20个G是高速 后面就是低速的啊 真正100个G的高速流量 这100个G的高速流量 什么软件都可以啊 并不是定向的 是真正实惠的一个卡 一个套餐 这个卡呢也并不是物联网卡啊 网上还有很多物联网卡 那个卡是打不了电话的 只能上网 并且物联网卡这个信号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 但是我给你推荐的都是正规的啊 正规打电话 然后信号是港港的都没问题 如果大伙想办理的话 可以微信上搜索全民优打啊 在公众号上就可以办理了 好了朋友们 视频呢就说到这里啊 这就是我户外的一个上网的经验 建议都背上 然后大家出门自驾游的话 一定要事先打清楚啊 我这个卡虽然说是无限流量 但是有多少是高速 有多少是低速 有多少是定向的啊 一定要问清楚 那低速是非常难用的啊 真的 好了就说到这里 下次咱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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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